台灣與法國代表召開聯合記者會 宣布第一屆台法科學研究會議成果 聚焦半導體與量子聲音等六大領域 去年11月台法兩國簽署 科學與技術合作協議 短短半年就召開實體會議 討論如何發揮各自優勢互補結合 法國代表就拋出歐盟一項科研架構計畫 Horizon Europe 2026年將在法國迎接下一屆會議 法國高層將會出席 台法強強聯手 持續強化雙方科研合作 新唐元亞太電視 文貫人周庭域 台灣台北採訪播 中文貫人周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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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貫人周庭